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猛烈的哈了几声 实在是太想笑了 忍住忍住 小燕左看右看 小朝哥呢 让老子看看老子的干女儿 凤九心道还好东华现在不在 否则听到又要好好收拾他一顿了 七天佛陀邀请帝君去讲佛 帝君便带朝哥一同去了 七日后才回 小燕嘖嘖叹道 冰块脸真是好样的 讲佛都带着娃去 那些佛陀都是光头念经的 将九六根清净 将九色不易空空不易色 偏他抱着个娃娃去 这不是打他们的脸吗 凤九吃惊道 小燕 突然觉得你好有学问 小燕得意道 那是 老子博学着呢 他瞧着凤九手上 一直拿着刺绣 便好奇的凑过去 你这是在绣什么 闲来无事 想给帝君绣个荷包 小燕有些三了 冰块脸真幸福啊 有儿有女 还有个漂亮的媳妇给他绣荷包 不如你也给老子绣一个吧 凤九问 你要荷包做甚 你让鸡横给你绣一个啊 小燕撇撇嘴 凤九难得看他突然沉默下来 心到难道他跟鸡横吵架了 他心一软 好吧 等给帝君绣完我也给你绣一个 小燕马上高兴起来 那好 我得要比冰块脸的大一些 凤九笑 荷包又不是越大越好 几日后凤九已经把两个荷包都绣好 冬华的荷包凤九在上面绣了一朵茯苓花 小燕的荷包凤九干脆就绣了一只 长得比较威猛的燕子 外面都有一个质地精美的丝绸袋子装着 小燕一早就喜滋滋的过来拿 好妹子 说有哥哥的一份 就真的有哥哥的一份 为了感谢你 哥哥也带你去魔族那个巧匠那里然然头发 凤九干笑 不用 多谢你的好意 你自己冉冉就好 到了晚上 冬华已经从西天讲学回来 凤九听到小潮哥咯咯的笑声就迎上去 帝君可受累了 一脸讲了七天课 我给你煮了一壶普尔茶润喉 冬华腾出手来 摸了摸他的脸 不累 就是七日未见 想你了 凤九脸微微发热 想起了特意给他绣的荷包 这几日我得空便给你绣了一个荷包 里面放着你爱的檀香 白鹤 还有甘松 仓木 可好闻了 帝君你看看 冬华含笑接过 先瞧了一眼袋子 从这袋子就能看出你的手一精进了 可等他从袋子里拿出荷包 笑容立刻置住 凤九一瞧 也变了脸色 这怎么是绣给小燕的那只荷包 凤九忙解释道 拿错了拿错了 肯定是小燕把绣给帝君的荷包拿错了 冬华淡淡问 你还给燕池屋绣了荷包 凤九不安的问 我给小燕绣荷包 帝君很介意 冬华点头 很介意 冬华说很介意凤九给小燕绣了荷包 凤九忙道 那我赶紧去找小燕 把你的荷包要回来 不必了 听到他这样说 凤九以为他生气了 谁知他的掌心出现一团紫云 很快他的掌心就出现了一个东西 正是被小燕拿错的荷包 凤九则说 虽然隔空取物不算什么很稀奇的本事 但眼下小燕不知道离他们多少千里 他竟也能这么轻飘飘的拿回东西 这本事太变态了 除了生孩子 这世上还有什么是东华做不到的事吗 东华拿到了荷包 再打开来瞧了瞧 就直接扔到了一旁 这荷包已经沾了信念的味道 脏了 我不要了 凤九还在琢磨 怎么小燕在他口里 就直接变成信念的 却见东华已经抱着小潮哥进了内殿 糟糕 看来是真生气了 把父君惹得不高兴了 他这个做娘子的当然要去哄一哄 凤九进了内殿 发现东华正背对着他侧躺在床上 还躺在里侧 刚好留出了一个位置 他亲手倾脚的走过去 脱掉鞋袜爬上床 再搂住他的腰 帝君 你真的生气了 那我答应你 以后再也不给小燕绣荷包了 东华能了一生 也要答应我 以后离那个信念的人一些 最好不要再见他 我瞧着他那一头红毛就心烦 那不是因为你 他的头发才变成那样 凤九在心里覆菲着 却不敢说出来 仍是柔声道 帝君别那么针对小燕 他不过是我兄弟 嗯 东华转过身来 你是青秋白凤九 他是魔君燕齿物 你们是哪门子的兄弟 一姓兄弟也是兄弟吗 帝君你不要那么小气 东华似笑非笑 本君忘了 本君也有一个一姓妹妹之贺 本君也有好一段时间未见他了 不如本君明日照他来太成功来 东华 凤九也生气了 他站起来居高临下的指控他 你又不幼稚啊 这哪里像是活了三十六万岁的人 简直就是东三岁 东三岁见他生气了 倒没再说什么 只是道 乖乖躺下 小心把头撞到床檐 凤九哼了一声 他居然拿小燕和之贺比 之贺是他最讨厌的人之一 小燕却救了他们好几次 他们两有可比性吗 谁知他脚一滑 整个人直接栽倒在东华身上 东华搂着他 在他的唇上亲了一口 好了 对这一群和尚七日 好不容易见到小白 我们不吵架了 凤九哼了一声 故意拿起手指头给他看 还撒娇道 为了给帝君绣那个荷包 我的手指都被扎了好多下 谁想帝君竟那么嫌弃 还嫌他脏 我好伤心啊 东华将他的手指细细看了一下 将他的指付印在自己的唇上 那荷包我会一直戴着 只是你以后再也不可给心愿的绣荷包 你可知荷包只能给心上人绣 凤九倒不知绣个荷包 还有这么多玄机 看来是自己粗线条了 难怪东华会如此介意 看到这小丫头脸上出现懊悔神色 东华微微一笑 我饿了 凤九忙问 帝君想吃什么 哪怕现在东华想吃一桌酒席 他都很乐意去做 东华点了点他的红唇 想吃紫书饼了 凤九缓了一阵才反应过来 还没来得及脸红 东华已经翻身将他压在身下 床帘缓缓自动拉上 外面的门也自动关上 好吧 吃紫书饼就吃紫书饼吧 小别胜心昏 这段时间东华又替叶华当起了带班天君 只因白浅临盆在即 叶华过于紧张无心处理正事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